大家好,我是Stan 11月9号,Tiara前老板在节目中提到 Tiara以及华阳的霸凌事件后的第二天 华阳在自己的IG发文反驳了这一切 华阳在IG表示 这12年来,作为Tiara霸凌事件的当事人 我背负着这个雾名生活 始终没有回应各种谣言 尽管这段分别充满了风波 但正因为曾经有Tiara的存在 才有今天的我,华阳 即使经历了无数创伤和委屈 我依然选择了保持沉默 但是听到警方组代表在某综艺节目中的言论后 我无法理解他为什么要重新提起12年前的事件 并以偏颇且扭曲的方式描述 因此我认为有必要纠正其中的错误 艰难地决定说出我的真相 第一,关于被排挤的内容是真实的 作为Tiara的新成员 我一直抱有不能给现有成员带来麻烦的执念 努力融入团队 然而Tiara的原成员们 对我进行了不断的言语攻击 甚至是以暴力 我之所以撑下去 是因为我相信只要更努力 一切会变得更好 第二,在我脚踝受伤后 我曾多次向成员们道歉 而且我因为脚踝扭上无法参加日本舞台时 我还恳求经纪人 让我至少完成一首歌曲 因为我内心对因为我受伤而加倍辛苦的成员们感到愧疚 认为至少应该表演一首歌曲来弥补 第三,关于我在饭店进行美甲是事实 但是Tiara的成员们在日本活动时 通常都会邀请美甲师到饭店进行护理 我当时进行美甲的情况也是相同的 当时我的指甲断裂 所以在上台前进行了修复 将这件事描述称 我纯粹为了自己的满足而做的美甲 让我感到这时对我的无端羞辱 在解除与Tiara的合约时 我其实拥有许多能够证明自己遭受排挤的资料 并计划通过记者会表达我的立场 但情况组代表提出 如果我选择保持沉默而不召开记者会 他将同意解除属于同一公司的我姐姐的合约 当时年纪20岁的我 认为这是最好的选择 最终我在没有得到任何道歉的情况下 退出了团体 并在接下来的12年里保持了沉默 此后Tiara的成员们在多个综艺节目中 表示他们从未霸凌过我 并以与世事不分的说法 自行结束了这起排挤事件 我和父母观看那些节目时 因为无力反布尔流下了眼泪 我真心想问金光素代表 究竟在时隔12年后 为什么要在节目中重新提起这件事 甚至实名提到我 并发表如此扭曲的言论 您的意图到底是什么 我目前没有任何经纪公司 我也清楚 无法与在娱乐圈超过40年 始终有着强大影响力的代表抗衡 尽管如此 我之所以能够站出来说这些话 是因为我对当时的事实有充分的信心 并且相信自己能够解释真相 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网友们的反应 当时那些工作人员们 为什么没有一个人站在你那边 好好想想这点吧 之前有位名人也爆料你耍大牌 如果那位是在造谣的话 到底是能得到什么好处呢 当时我也觉得很奇怪 一开始明明是华阳被视为受害者 其他成员被当成加害者而遭到批评 但不知从何时起 舆论突然转变为华阳在装成受害者 而成员们才是受害者的氛围 当时因为还小就没有想太多 但现在回想起来觉得更奇怪了 很多人在推特公开举集一个人 从这点就已经很有问题了 再加上出了明的庆光苏 当时居然那么顺利的让他离开 这就更让人觉得奇怪了 如果那些都是真的 那么庆光苏依然是个垃圾 而提阿拉也只是洗白了他们的形象 解开真相吧 不过说实话 目前还是无法相信华阳 说实话 当时完全一边倒的言论 一下子被颠覆了 这样看来华阳应该也不只是单纯的受害者吧 毕竟我们不是当事人 内情也不清楚 仅听她的一面之词 就做判断未免草率 每个人都只觉得自己是受害者 却不考虑自己曾经做过的事情 从提阿拉被示威加害者 到华阳再被示威加害者 舆论就像翻掌般变来变去 之后就那么平息了 现在又出来挑起话题的警光苏 才是最有问题的 既然如此 不如双方都公开当时的资料吧 看到网络上又因单方面的说辞翻来翻去 真的像是一场闹剧 对于提阿拉事件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你太没信任